兄弟们 今天我们在林怡废县山沟沟里头吃一只老东西 看一下这个凳子 65一斤 这也是老的 对 这也是老的 这边的还老 这个凳子更粗 对 这个有几年 这个两三年 一般都两三年我们家 最低两三年的 两三年就这么长 65一斤 然后这个大一点 对 这个大一点 我们调一个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可以 您会烧吗 可以可以 一会儿我们让美女老板娘给我们做沸腺炒鸡 来 撑一下 4.84斤 快5斤啊 315块钱 杀好的老公鸡现在啊 烧一道毛 这就是我们的吧 对 哦 看看这个凳子 黑爪子 长凳子 你看我们家肉质好不好 哦 这就是老公鸡肉质啊 对对对 这个鸡爪要想盘的话 必须生的 必须生的啊 对对对 这是烫完的 这边一锅老公鸡出锅了啊 哇 这个汤收得凌乎乎的啊 一会儿我们让美女老板娘炒一下 全程展示一下 淋漪沸腺炒老公鸡 得劲 第一步起锅烧油 这个是什么油啊 花生油 哦 这边炒鸡都是花生油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现在的 一般都是花生油的 加鸡边炒 老公鸡要炒一会啊 对 吃辣椒吗 炒鸡 炒鸡好吃的三要素啊 鸡一定要好 再就是把油煸出来 再就是柴火 地锅啊 柴火越旺 这个鸡炖得越香啊 就是相当于把老公鸡的油脂 皮质里头的油脂 给全部给爆出来 爆香 干辣椒 花椒 兄弟们 能闻到这个香味吗 看看这个凳子啊 我最关注这个了啊 加入灵魂炒鸡酱 酱油 酱油 热水 后面就开始炖了啊 对 开始炖了 吃老公鸡啊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如果你没有预定 一定要早点来 刚才下锅是在五点 要冻到三个小时 八点 现在是七点 我估计能吃上 已经天黑了啊 有句话怎么讲的啊 中国炒鸡看山东 山东炒鸡看哪里 我们在灵魂啊 山东炒鸡看灵魂 看莱武 看藻庄 其实啊 山东吃鸡的水平真的是 相当 哇塞 兄弟们 还有这种山沟沟里的炒鸡 一定给我推荐啊 一定是老公鸡那种 炖了三个小时的老公鸡啊 下新鲜鸡血 鸡腰子 这个汤 得不得劲 真的是从天亮啊 炖到天黑 哎这个 这个真的假的 哦 真的大蒜啊 我就喜欢这种农家小院啊 我们以后拉拉味 我觉得应该味道不差 来来来 出锅了 哇 这个凳子 是真的漂亮 啥也不讲了啊 直接炫啊 我蘸一下这个卤子 这个老鸡 得不得劲 坏啊 这个肉是真的好 鸡啊 还是老的好 皮都是脆的啊 鸡猪 这个鸡猪怎么啃啊 兄弟嘛 谁要我给你 但是好像是 熟的就不能盘了啊 再来一块 得劲啊 刚才讲 少讲一个啊 三冬四大炒鸡 还缺着一个 群羊炒鸡 我们今天连出去吃过啊 吃的是 果园炒鸡 今天点的都是 灵异特色啊 这是金蝉蝎子啊 支鸟盒 你们管支鸟盒叫什么啊 哇 现在也是 吃支鸟盒的季节啊 这是炸豆腐 农家面啊 菜很土 但是土才好吃啊 这是咸菜丝 看看 老面馒头 我来蘸一下这个 鸡鱼子吃啊 灵羊特色应该是煎饼啊 看到他们家这个老面馒头啊 相当把死 罐 汤才是灵魂啊 兄弟们 好吃 好好吃 哇 这青菜也放了好多辣椒 金蝎蝎子 有这个支鸟盒 还有这个蝎子 你们敢吃吗啊 这个嘎嘣脆啊 嗯 香的 你还喜欢吃蝎蝎啊 香香香 再来一个 支鸟盒 现在这支鸟盒可能得 快一块钱一个啊 小鱼汤 这很多菜肯定 外里人都没怎么见过啊 酸酸的 这个小鱼汤鲜啊 这个小鱼汤鲜啊 点这个菜啊 是为了 卷鸡饼 来来来 这么一卷了 太舒服了 这鱼卷咸菜啊 是零一美食的最高仪式感啊 再见